中印邊界最新的空拍照曝光之後 會發現說解放軍在拉達克建立的新陣地 動作不斷 而有人說印度方面的說法就是說 因為他們動作不斷建立了不少新的 就是畫面當中 你看到開始有越來越多的駐軍駐紮在這裡了 所以這是動武的主要原因 那麼當然中國的說法說 是因為印度人員超越了實際控制的 這個控制線挑釁所造成的 緊接著來 事實上這整個事情還沒平息 緊接著來在西藏進行軍演 有人認為是不是警告的意味十分的濃厚 中國跳出來澄清說沒有針對印度 這是中國的中央電視台 播放了西藏軍區聯合多兵陣密集的演訓的內容 其中重點在這裡 有全方位錘煉的高原部隊 那高原地形中印邊界更緊張之際 他們也是一個高原的部隊一個地形 為什麼在這裡特別針對這樣來進行演練 甚至是實彈綜合的演練 是不是要藉此來展現中國的軍力 環球時報的總編輯 這時候也特別講了 中印雙方軍事懸殊程度 猶如這個雞蛋往石頭上碰 指稱中方不想讓兩國民眾對雙方傷亡數字進行對比 從而刺激兩國公眾的情緒 這是北京的三億 意思就是說中國始終針對究竟史上多少人數 不講是北京對印度的三億 但是這篇文章會不會越看讓印度越火大 仁俊目前到底這整起事件有沒有比較平息 這兩邊的挑釁 看起來美國目前為止並沒有介入的跡象 因為現在看起來問題還是在中國跟印度方面 因為現在雙方都把牌叫得很高 那到底是不是實質上會再發生這個所謂的衝突 因為過去的衝突其實說實話都是赤手空拳 再加上狼牙棒跟石塊 那如果把武器或者軍事力量一起進入的時候 那個問題就會比較大 他就會把這個所謂的零星的衝突 把它化為叫做區域的衝突 那大概有一個狀況就是說中印邊境 目前其實被拍到的用衛星去空拍的時候 會發現到中國大陸似乎在中印邊境裡面 有大量的這個增軍的這樣一個行動 你可以看到透過這個空拍圖的時候 這個一個一個 因為現在我們其實軍事衛星空拍的 那個解析度其實都還蠻好 那個精度有時候 大概都可以達到一公尺到兩公尺左右 很可怕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像他們現在拍到說 在這個加勒萬河谷地區的這個附近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已經新增了許多的這個所謂的營地跟車輛 那當然對中方來講他會講說這個營地是我們之前就舊有的營地 可是我就講就當你車輛移動的時候 你看到下面的這一張圖 當你車輛在移動的時候 事實上在公路上面這一條線的時候 你甚至如果再仔細看 你會看到它塵土都仰起來 那代表什麼 他們發現到它其實有坦克車 然後也有包含到它所謂的炮兵部隊 在這個道路上面進行移動 那這些其實在過去的空拍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衛星說真的 你就算繞著地球轉轉轉 它一天可能會經過一次兩次 那個都定點會拍得到 所以他透過這個方式確實感受到的狀況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們印度的這個所謂的 他們的陸軍測量師職位退休的這一個少將 他就提到了說他們確實在這裡 但我要講一下 就是說這裡面有提到一個中印實際 那個實際控制線 那因為這個是比較一個虛幻的一個名詞 我們大家對國跟國之間比較瞭解 就是邊界嘛 可是邊界這個東西 我不是拉一條線拉起來 那有些東西它是比較虛幻的 比如說南北韓之間 那它的邊界在哪裡 大家都說三十八度線 可是三十八度線那一塊是 那一條線是大家都不能進去的 所以什麼叫做實際控制線 它有一種解釋 它不見得一定是軍事力量 比如我的人民都住在這邊 這一塊之後都是我的人 那我就叫做實際控制線 可是他現在在這個地方 他所指控的是你中國大陸在你的實際控制線的這一塊 你已經開始有部隊的移動 那代表什麼 以前他沒有 那你現在把它弄到 那它就跟邊界就會很近了 雖然我們剛剛講說 它是一個比較虛幻的一個名詞 你也沒有辦法 像以中印來講 他們其實對於什麼叫做實際控制線 他們也沒有拉過那條線 我跟你講印度如果不吭聲的話 那部隊是不是會慢慢往 對 這就是大的問題 是 所以加勒萬河谷的那個衝突 事實上印度方面 他就講說是你的人跑過來 是你的人跑來這裡給我挑釁 是你的人對於所謂的衝突來講 你前面都可以講說 是你人跟 你的軍隊跟軍隊之間 互看不順眼所打起來的 最少沒有動用到武器 那你把坦克車跟所謂的砲兵部隊 都往這邊移動 這個其實都是從其他單位調過來的 那你這種大規模的部隊移動 那他是不是代表是 我其實解放軍在這一塊 我並沒有鬆懈掉 100世紀的粉絲 你代表為不斷 你現在致電